现在的话 基本上我们主要讲到有关批次查询部分 批次查询当然就是利用筛选功能 把你要查询的部分做个清单 然后可以跑个回圈 它自动帮你把全部你要查的范围全部查完 当然包含就是像业务人员 或者像什么产品 产业别、客户名称等等 基本上你只要给一个清单 它就把上上礼拜单次查询的 丢到批次查询里面 就让你去把你要的东西给捞出来 实际上也是一个延伸的练习 单次变多次 批次查询里面基本上就比较没有房贷的问题 所以单次查询会有房贷 所有的房贷我讲过至少有三种 比如它没有输入资料 或者输入的资料是查不到的话 或者是说它输入的那个 好像有三个 输入还有一个什么 输入的那个是没有资料 然后还什么 查不到 还有一个什么 对对对 已经工作表已经存在了 当然也许还有第四种、第五种 不过你可能要自己去找 所以单次查询它存在的就是说 可能会遇到一些你要先预期的一些错误 你要先把它抓出 那批次的话就比较没有这些问题 因为反正它就跑范围 只要范围没错的话 另外的话当然在做这之前 可能要先学会 如何针对工作表物件去做工作表的新增 所以会有一个add add的方法 add的方法最重要就是 before还是after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工作表物件里面存在很多 不管是新增 或者删除 或者是复制 或者是移动 都会有一个after还是before 因为它的关系就是 你是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 或者你要把它复制 复制也是一样的 电copy 你要copy到前面还是copy到后面 删除的话就不用 反正删除就用后面删过来 那另外移动 上个礼拜好像有讲到move方法 你要移动到哪里 你要跟他讲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去操作 工作表物件 其他还有像 有关outlook寄信 不过这个部分我们是 请同学记录一下 在视作看看 这个地方又多提了一个 就是寄信的说 你可能要把寄信的动作放慢 也就是说让程式停下来 那你可能要用一个application.wait的方法 wait 后面有 给他一个时间就可以了 那他就会停一下 停一下 不然的话有时候程式跑太快 不是好 不见得是好事 为什么因为社会端可能会认为说 你是不是 类似那种 比如说病毒 或者是说你是不是骇客 等等的东西 那也有可能把你挡掉 那再来后面我有 在补充说明有关 利用那个枢纽分析表里面 录制去期的 那其实枢纽分析表 结合VBA部分 我看一下坊间书籍好像 几乎没有提到 我翻来翻去 坊间好像枢纽分析表的书就是纯粹 完全不会提到VBA 那VBA的书好像几乎也 看一下好像也没有提到枢纽分析表 但是两者之间好像工作上很需要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举了一个例子 也许你可以自动 如何自动产生数据分析表 其实延伸出去还可以自动产生数据分析图 OK 图跟表都可以同时产生 那当后续延伸的东西 我想我们就等于是开个头 然后后面延伸 我想就自己就是有时间的话自己试一下 那可能一般工作里面会很大量需要 比如说我要针对可能十年之间 十年之间的那个资料跑报表 那每一年跑一个报表 跑一个图出来的话 如果说你要图把链刚每天都自己在那边动手弄的话 很花时间 有没有办法一键按下去 全部的资料 还有表跟图自动就产生了 或者说自动输出 反正自动可以把它再输出成PDF或列印出去 这样的话会更加方便 对于你那个data不断在变动的话 你可以快速的产生你要的报表 这样的话感觉就会很及时 那现在的话呢 大家很需要就是那个视觉化的结果 有没有视觉化工具的需求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你的需求不会很大 比如说你蓝位数不会超过256 或者你的这个笔数不会超过100 1048576 100多万笔资料的话 那其实用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其实还蛮好用的 但是如果你会超过这个数量的话 那恐怕你可能要用像那个 微软有一套Power BI的这种视觉化工具 其实它 就等同类似像枢纽分析图啦 只是说呢 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多多个同时产生非常多个图 那其实如果产生多个图 那不就我们要自己用VBA来写是OK的 对不对 VBA跑个回圈也可以自动产生你用的图啊 那只是说那个Power BI是 算是它已经写好的功能 你如果用VBA写的话是你可以客制化的 OK可以针对你要的去做一些变化 但是这个细部后续延伸性已经还蛮大的 那只是说有些东西想讲 但是这个时间并不是那么充裕 所以我们发誓上课说要讲很多 那你要讲很深度的话 变成说呢 你其他东西又讲不到 这真的很难取舍 OK所以今天的话呢 那枢纽分析表我们也用了一个说明 那还有就是移动工作表的相关功能 那这些东西云端百板上面都有 我是强烈建议回去一定要多练习 而且要多实作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来看那个 就是云端百板里面的那个 下载网路资料的部分 其实下载网路资料 概括可以分成三种 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用录制聚集所产生 你知道这个我们在路门班里面有提到 就是用那个大乐透 这个 比如说我今天要下载那个大乐透资料 那大乐透资料的位置 你把它打开来 这个里面都有 这个位置在这里 你把它点开来 或者Google 那个什么大乐透历史 或者什么 不一定是大乐透啦 什么威力财 什么财一堆的 那也都会出现 这个乐透云 那乐透云里面的话 总共有1到16个page 我如果今天希望 能够一键按下去 自动帮我把16个page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下载到底sale的话 那以往如果你不会用VBA 你就是涂发链钢嘛 所以其实很多人说 为什么要学VBA 当然不学VBA 就是涂发链钢嘛 OK 就像说你 如果没有好的工具 你就是慢慢弄 还是可以做完 只是说很浪费时间而已 OK 还有呢 我觉得啦 就是那个 做事情的那种成就感也不一样 有的时候就是 你反正一直做很笨的事情 我自己做我都觉得太笨了吧 OK 你不能想一个聪明的办法嘛 对不对 所以感觉上写程式真的 感觉上 会比较有成就感 不然的话 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 我觉得很笨 人家觉得当兵也不错 但我觉得当兵是很笨的事情 因为每天都是做一样的事情 那我会觉得说 这种不太适合当兵 虽然其实当兵是很愉快 因为可以让你脑袋放空 你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用管 不过那时候我是念完书才去当兵 我那时候是当御官 也是管兵 可是我觉得 真的有点浪费时间 所以我那时候最愉快的事情 我放假 人家都跑去看电影唱歌 我最放假 我都跑到书店 我去看书那时候 感觉是我最愉快的事情 所以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那一样 有的人习惯喜欢用涂花链钢 但我觉得在台湾 现在在职场上面 你要涂花链钢真的没办法混下去了 因为现在老板要的就是绩效 你的绩效不好的话 即便你很认真 所以你也没有拖篮 但是你就是没有 没有效率问题 所以以这个来看 当然你也可以图画链钢慢慢复制 那这个地方他会更新到 2018年的9月7号 当然就是前天的资料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一键按下去自动全部下转的话 那在路门班我提过了 一你就录制聚集 录制聚集里面的话 当然就是把那个什么 我们这个地方 我这边已经有下载一个了 就是一就是从资料里面的 从web 从web 从web在这里 OK 那二的话呢 就是把刚刚的那个东西贴上 这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贴上之前 你可能要先确定一件事 最好是什么 先点一下第一个page 那这边会出现有一个 那个index page的1 那有16个page 所以1到16你可以跑个回圈 那把这个动作录下来之后的话 这个再来的话就修改一下 所以也许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稍微复习一下 这其实比较简单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录制一般的 就是说下载一般的网络资料 其实都还算简单 但是呢 它有一些问题 像我等一下会举例 就是比如说我下载那个雅虎股市的话 用这个方法 之前都ok 但是呢 最近一次之后发现都变乱嘛 所以就不能用这个方法 那怎么办呢 你就要用其他方法 那后面至少还有两种方法 ok 那哪一种方法最好 好 待会跟各位说明 那再来的话 你就是把这个找到它里面 特别注意哦 它里面实际上是用那个一个物件 叫query table 所以呢 你里面的话呢 它只会去帮你找里面有那个表格的部分 然后你就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按汇入 汇入之后的话呢 就帮我汇入到A1储存格 但是如果说我有16个配局的话 我第一次放A1 第二次的话就放A1向下追踪 到的最下面一列 的下一列 ok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 这个假设程式录完之后 那我在云端上有放 所以把这个贴上 指线旧的好像它本来是到48 好像更多 那现在好像跌的只有到16个配局 所以我录完之后的话呢 基本上我改两个地方 第一个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是录完的结果 所以录完的地方的话 基本上我就把 这一段 假设 把这一段先直接扣过来 因为这个入门班已经有讲过了 所以我们大概把重点提一下就好了 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这个 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把它贴 里面大概就改两个地方 最初 第一个地方就是说 它原来这边是 Page 1 OK 那我为了要让它跑回圈的话 我在外面先跑一个 For i 等于 1到16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我要让它向下追踪 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这部分 先复习一下 那个就是热透彩部分 然后后面先完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